嗨大家好,我是美軍 我想分享的是去年 半年前的我是一個大三生 現在我是一個大四生 好像沒講過你 好像講屁話 我想分享這半年我的成長歷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本的我 因為我是一個夜校車 所以我早上就要上班 晚上就要上班 然後早上都要賺錢來填滿自己的時間 然後用賺錢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然後對未來從來沒有規劃 然後也沒有任何想像 然後在交際圈也沒有任何改變 然後就覺得說只要我努力工作 就你又有幸福 因為就會覺得說賺大錢就是幸福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不是這樣子的 有一次我男朋友就阿川 他就跟我說 三個半年後你有想要做你什麼樣的人嗎 你有特別想要學的東西嗎 或者是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望 一開始聽到之後就有點壓力 我想說蛤?我也不知道 然後後來深思了一下 因為我覺得說 當時的薪水實在不錯 就會覺得說我比一般的新鮮人 賺錢還要多 就自我就滿足了 可是我突然想想 欸不對啊 我怎麼因為這樣覺得滿足 而且我覺得收穫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然後阿川他就帶我去 第一次的創任務 就是創業的一些東西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我要上去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創業地層欸 你一定要來看喔 然後我一開始抱持的時候 我說喔好啊 可以看我男朋友分享這個 應該還不錯 然後後來我就去了之後 我發現去他的收穫是 定是他 他的收穫是另一位政大生 而且他是我的高中 就是同年級的也是同校的 然後他的收 他給我們就是 他給我一些東西是 他是在ezytable當實習生 然後他給我一個 威士忠斗的平台 就是學生實習沒了平台 然後我發現欸 哇 有這個東西喔 我怎麼不知道 然後那一天我已經很興奮 就開始一直查威士忠斗 查到他 大家覺得我有查到東西嗎 沒有 我媽啊 對 我好像沒有找到自己 就是適合我自己 然後我就有點難過 然後我剛才想說 我人生好像只適合當店長 好像就是 就這樣店長過一生 然後他有發現 不行 就是我應該還要再做點什麼 然後這時候 就是那個 阿川科就是給我兩個 第一個是焦點 第二個是接動情供計畫的實習 不然呢 我選擇 接動情供計畫 為什麼呢 因為接動情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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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接動情供計畫 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它是個當中高中生 可以尋找天賦和熱情的組織 然後我就想 欸 我現在好像還蠻困擴的 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我覺得 欸 天賦熱情 我也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然後 我就面試 面試之後 欸 很幸運過了 還蠻爽的 然後就是 自我介紹 就是實習夥伴自我介紹 然後發現 哇靠 大家都還性交 然後 我一個什麼夜宵的 而且還沒聽過的 然後我就說 好緊張喔 然後 我又跟他參想說 大家都好厲害 好會讀書 然後 我們 好像有點沒自信 都會工作做 你要想想 天下沒有笨蛋 只有懶惰的人 然後想 好 就是懶惰的人 然後之後 我就開始做我的實習工作 然後我的實習工作呢 然後 我是有擔任美編 然後為什麼擔任美編 然後為什麼擔任美編 不是因為我的美術很強 是因為我喜歡美術 所以我從一個 就是不會 會圖軟體的 學生 開始學 學到會 可是後來覺得 解決了學生 他們遇到的問題 我應該要設身處地的 直接下去辦一個活動 然後讓學生 可以直接知道說 他們 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找了 另一位實習夥伴 還有我的組長 然後說 你們可以協助我 就是我們舉辦一個活動 然後讓學生 可以接見更多的人 然後讓他們對付會來 可以更多的了解 然後我舉辦的活動是 就是關於小聚會 小聚會的話 它是一個 就是讓學生 可以接見 想要見專家 就是在社會上各種各領域的專家 然後可以對他們提問 然後發現學生的問題 高中學生的問題 也是可能是五個問題 雖然他們比較年輕 我比較老 可是 也許我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些問題之中 做一個整理 然後發現自己 就是哪裡 也是需要改變 然後第一次參加 Style Weekend 是剛剛接鋒喜歡 計畫的夥伴 就是他介紹的 就是直接說 欸你可以去插這個啊 這個不錯 然後說 我是學生欸 我沒有什麼能力啊 就是他這個應該會變電子吧 然後 後來我就問你組長 我就說 嗯 阿志你覺得我要參加 Style Weekend 可以創業週末嗎 然後他說 美軍就去吧 最好的是 你 會得到更多的成長 最壞最壞的是 你也沒有任何損失 你反而可以增加你的眼界 所以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呢 看到大家都好強喔 好像什麼都會 有Designer 有Business 然後我咧 學生 所以還是要感謝Edward 就是他是Radi Paa的Funker 然後他搜留了我 然後那我做了那個 比接這個很不專業 然後這個Logo是 就是搞了搞半天搞出來的 這是他設計的 然後想通可以發現說 欸 創業 創業是什麼 創業是 有Mentor說 創業 不是你空想 你想要做 就可以一直做 有時候你可能做很半天 也是白宮 然後他跟我說 你應該要去外面 驗證這個市場 我應該是要空想 然後你應該要去為外面消費者 他們要的時候 便不是自己覺得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衝進去驗證市場 驗證市場 我改變 其實我 變成超多的 因為之前的解放啟蒙 其實我在路上發布傳單 然後讓大家知道 解放啟蒙就是對社會上的幫助 然後讓學生們 覺得可以了解我們為他們做的什麼 可是 學生顯得都不臉情 他們都說 不要 我可以學校比賽我要去步行 然後他們想 蛤 為什麼這樣 然後我馬上發了兩篇上 我就去跟我的主張上說 嗯 我不想再發了 我覺得就是我的好運好像被糟蹋了 然後發現我來Style Week 參加這個創業週末 我發現 光面比較不要臉 結果我敢去買外面 叫別朋友去問卷 然後 他拒絕我 我覺得沒無所謂 我還會為了DurlingHow這個project 就是 可以 勇敢的 踏出自己的舒適權 對 我在想 如果當初我一直在乎別人的眼光 那我是不是 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我覺得我應該要堅持 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而去努力 對 然後這番點成長的感覺是 我覺得 我們可以幫助社會 然後在別人心中種下 愛的種子 然後有一天 他每一會開心就愛的種子 去當作更多的人 這也是LovingHow 然後呢 這個平台 宣傳的一點 然後也是我自己找到自我價值 最後送給大家兩句話 國氣勇氣 付出行動 去嘗試吧 人生最怕的是 什麼都沒有改變 加油 大家改變吧 Woo Woo 去哪一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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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你 歸